欸... 馬卡龍的好東西嗎? 馬卡龍就是 可愛的甜的東西 大家都很喜歡 哈囉,大家好,我是神之日 馬卡龍的五星萬關是不是 超級可愛呀,它有個美背 OK,今天這一集呢 算是一個疑難雜症 總集,對 就是,我有些事情 跟大家宣布,然後也有些事情 想要詢問大家 都不是什麼這種事,大家別擔心 今天大概有四個主題 第一件事情是 關於好友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是關於百日歡慶禮包 第三件事情是 粽子的外觀症問題 第四件事情是 偷渡問題 第一件事情就是關於 可不可以加茄子與好友 答案是可以 你就直接 哇,馬卡龍不要孤單 你就直接按下邀請就好了 直接加我沒問題的 然後 通常有人會 就是在 如果有人問我的話 我就會回說 你可以直接加我好友 然後可以的話 在我的留言板留言 讓我知道你是誰 因為 就是我是想要區分 就是真的想要加我的人 跟 只是隨便從 就是 交友 我申請那邊 隨便點的 隨機點的 對,我就可以過濾掉那些 然後 就是 然後我會告訴他說 就是如果 我有空位的話 我就會加他 然後那時候 就有人很可愛 就是問我說 可是 如果就是 如果你沒有空位的話 他不是會直接顯示說 就是 對方的好友 已達上限 沒辦法申請嗎 那 答案很簡單 就是因為其實我把我的好友一直控制在99個人 就是 我最多就是加到99個 所以 就是 大家給大家看一下這裡 OK 為了隱瞞我的好友 名單有誰 先隱藏起來 對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就是 總共有99個好友 那這樣子 在添加好友那邊 我就可以看到有誰加我 就不會有就是 直接斷絕掉大家 後路的那個關係 對,所以我就可以 看到 就是從添加好友那邊看有誰加 那 我就會去看我的留言板 如果 就是 這些人有人有留言的話 我就會優先加他 對 就是 你可以在我留言板留言 或是私訊我 但是私訊有時候會跑掉 所以還是 比較建議在留言板留言 然後 就是 因為我每天晚上都會 重新看一下我的好友名單 如果是 超過 五天 我是算 我現在是算五天 如果超過五天沒有上限的話 我就會想好友 然後 但是 有些是 很早之前就加的好友 或是 有聊過天的好友 我就會 再留的更久一點 對 然後 對,大概就是這樣 那 還有些是像是在 協力對 協力 作戰 對 忘記這叫什麼 就是有時候會 一起 一起打協力的時候 如果對方 直接加我好友的話 我有時候也會 直接同意 就是 我對那個人有印象 我知道他是誰 知道說我們可能是 一起打協力 所以他加我好友 所以我就會直接按 確認 但是說到協力 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最近發生了蠻 一些不太開心的事 我覺得很多人在打協力的時候 真的是很沒有禮貌 我知道就是 在打協力的時候 不是下面有那個對話 可以講話嗎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會看 就是會忽略 但是有時候 就是 我在那邊 跟對方 因為我平常就是 只要打完協力離開之前 我都會習慣跟對方說謝謝 然後跟他說 就是 我可能要先結束了這樣 然後就 謝謝他一起打這樣 那有時候 我會問對方說 你今天可能是要打幾場 或是什麼 打十場好不好 打三十場好不好 那 對方如果沒看的話就算了 但如果 像上次我就有遇到有一個人 他就是 從頭到尾都不回我 然後 在邊跟我打的時候 在世界屏跟別人聊天 就是 我也看得到呢 你就這樣故意忽略我 真的是 讓我的心情不太好 而且他還在世界屏談論說 他多麼carry我什麼之類的 我就是覺得 這樣真的不是很ok 然後後來發現他還加我好友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所以我就理所當然的刪除掉了 對 我覺得 嗯 基本的禮貌 還是要有一下吧 不然真的是有點傻眼 對 好 所以 基本上 有禮貌的好孩子 我都一定會加你好友 喔 除非你做一些不禮貌的事情 我才會刪除你的那個命單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如果大家有很多分帳跟小號的話 可以不用加我沒關係 如果我加的好友很多都是同一個人 這樣是不是也是很怪 對 如果之前已經加的話就沒關係 我就說之後如果 如果你是分帳想加的話 你可以把機會留給別人 對 好那好友的部分就到這邊結束 不要不要以為我很快就會講完 結果我又講了很久 哈 這是廢話大碗 我的留言板呢 我這邊其實我都有說明了 就是 嗯 哼 好像不用按那個 好像怪怪的 就是呢 我沒有 在執行所謂的 互贊的功能 對 我就是 如果你有來留言的話 我就會回你留言 那留言的時候我可能會順便按個讚 對 但是如果你只是為了要按讚 你就不用來找我這裡 因為我 我不會 嗯 對 我沒有想要就是互贊這件事情 光是按讚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意義 對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很喜歡戰術很多 覺得很開心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戰術對我來說 如果你 你都沒有留言 你只是留數字的話 對我來說很空虛 所以 如果你只是希望可以互贊的話 你就 嗯 另尋他路 不用來找我 謝謝 對 謝謝大家 好 然後 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一個 快樂的事情 就是 就是最近的活動嘛 因為很多人退K了 所以這個遊戲呢 就想要極力挽回大家 就是在你早日45等以上的玩家 都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就是百億歡慶禮包 好久沒有按這個球球了 大家可以直接來資訊活動這邊看 他其實已經蠻多天了 對 但是最近因為沒機會發片 所以 欸 在哪裡啊 超夠了 這個 對 反正就是 就是一個歡慶嘛 詳心的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你可以直接點這邊 就可以在遊戲內登錄 那你就按右上角的登錄 因為我按過了 所以他就直接叫我選 我玩這個遊戲還是時常會出現簡體字耶 真是莫名其妙 就選你自己的名字 然後按登錄 然後你就可以 這邊的第一個就是可以直接領取獎勵 那我已經領過了 對 所以就沒有東西 然後就可以領到 這個獎勵超好的耶 是UR碎片10個耶 然後 我開到的是烤鴨 平常沒有在用的烤鴨 可以讓他最近 有一點用啦 偶爾會用一下 然後第二個 這個我也覺得很棒耶 他是抽100名 這個是填 好像是填問卷吧 我記得好像是 對 填問卷抽獎 那他是抽那個 手機紫環扣 我覺得超棒的 很棒 然後還有什麼 2018 漫畫博覽QR電子票卷 兩張30名 對 大家都可以來填寫一下 這個日期到6月23號 晚上11點59分 之前都可以 然後他會在6月29號的時候 公佈得獎名單 大家記得去粉絲專頁上面看一下 我真的還沒想抽到耶 而且是貓飯跟白紙 應該是吧 還是其實是別人 不知道 OK 那這個活動就到這邊 可惡我每次點這裡都沒有音樂 然後再來就是第三件事情 是我的疑問 我超疑惑的 就是關於這個 嗯 這個 就是粽子的外觀 首先我想說一下 就是這個是粽子 然後 粽子的外觀 跟他長得也太不像了吧 我覺得粽子 嗯 外觀蠻帥的啦 對 然後 那時候點進來一看 看一下喔這樣一圈 喔我最近都是抽到這個 很廢 超廢 然後看一下他的概率 嗯 然後就仔細一看發現 這些概率全部加起來剛好是百分之百喔 然後這些概率裡面不包含粽子的外觀 然後我就一個一個去對照 然後發現 嗯 這邊好像是多了這個 中經驗瓶乘以五 然後概率是百分之十 十趴喔 但是仔細看一下這裡 請問哪裡有中經驗瓶乘以五呢 到底哪裡有 我的天啊 然後 然後看來這問題應該是蠻多人發現 然後有跟客服反應 然後那時候他就寄來了一封信 就是大家都有得到的 我找一下喔 喔對了 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歡慶禮包 就是 符帶外觀券 通用借導器 對 然後 那個說明應該快到了 對這個 看完這個說明之後 我更是蠻腦子問號 大家直接來看一下那個第一點 他說 就是那個外觀 他的抽取概率為 2% 那第二個 保底機制說明 他說 你抽取21次之後 會出現百分之百的獲取概率 75次之後保證抽出種子外觀 好了 呃 請問21次 開始出現百分之百的抽取概率是什麼意思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問了我同學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明白 大家明白這個意思嗎 原本是兩趴 然後抽21次之後就變成 100趴 然後75次之後保證出種子外觀 嗯 沒關係那我質問好 ok 好然後再來就是 算是 應該是上一次更新的時候一起更新的事情 大家還知道 就是之前原本這邊可以看到等級 之前是80然後現在來到了 100 之前原本看到一些大佬們都已經 卡到80等這樣也上不去了 然後現在終於升為100等 對可以可以繼續上線了 大家都變成80幾了 對然後 這邊變成上線之後呢 地圖也有出現新的地圖 像是之前這邊原本只有一個 然後這邊一個這樣 然後雖然他現在多了一個 但是還是每一個都不能進去 全部都150幾 他到底為什麼不開放呢 然後我是 就是我有天我在餵我的食靈 吃東西的時候 從我的食物那邊發現了 有一個有一個食物是灰色的 就是我還沒獲取那個食物 然後我就 我就想說 嗯我不是我不是那時候到60等的時候 所有的食物都獲取得到了嗎 然後我就趕快來 就是我的食物這邊看看 然後我就一個一個看 像葛瑞 在葛瑞洛30成 30分之35 在說什麼 對就 嗯都有啊 然後櫻之島30分之30 嗯都有啊 然後 宥志周也是都有啊 然後直到開到了失落的菜系 那個時候是發現 欸底下多了這一排 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還71等的時候 對然後底下這一排都是空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點開 這樣點點點 然後那時候看好像是 因為像這邊是69 72級 然後75級 然後前面好像是 有65 62 61之類的 還是60 然後我就想說 欸我都71等了 為什麼就是那些 他說的對 像這個69級的 我都已經71等了 他根本就還沒出現啊 搞什麼 然後 我就又再去了 就是那個 食材的地方 我就去看了一下 那個東西是什麼 然後我就發現 那需要一個什麼 肉哥 然後我就從這個 食材的裡面 尋找到肉哥 就是這個 那時候他是0個嘛 然後我就直接點他 然後按獲取 然後就發現 欸普通關卡 25之1 是什麼呢 我就點進去看了一下 喔25之1 王城廢屍 哇不在地圖上的關卡耶 然後就直接玩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的這個 關卡評論 很多人都來這邊留言囉 偷渡成功齁 大家都很開心 對 然後 既得到這個之後呢 就 發現好像可以繼續玩下去 那其他的 你依然可以從這個 裡面發現 但是這邊就會用跳的 就剛剛是25之1 現在是25之4 所以要如何 按照順序的玩下去呢 就換一個地方 可以從你的背包 就是去找那個 經驗屏的部分 對 他好像大部分是中經驗屏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就是你可以玩的關卡 我滑滑滑 他還蠻下面的 對 就是你從這邊開始可以玩25之2 剛剛那邊是25之1嘛 25之2 25之3 然後偶爾跳一下大經驗屏 25之4 再回來這裡 中經驗屏25之5 25之6 然後25之7 也是大經驗屏 然後 再來我就找不到了 再來我就不知道要去哪裡玩了 然後後來隔了幾天 我好像在世界屏看到也有人在討論這個問題 25之7 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是 大家都不知道25之8怎麼走 呵呵 就是卡在這邊 那這算是一個 應該算是遊戲的bug吧 就是他不開放地圖 但是 就是關卡卻可以直接玩 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東西 然後我也不知道現在 因為我就是過到25之7之後我也不知道他的 他之後如果開放的話會不會是這些關卡 然後我這些現在過的 算不算數還是之後會再重來一次 就是不知道 然後因為我剛好 那時候 就是我剛剛不是說 就是在那個食材的地方我71等的時候下面那一排都沒有開放嗎 然後是剛好在前兩天我升到72等的時候 就是那個任務終於 支線任務終於冒出來一個一個冒出來 然後我那天就一次解了超多任務 很爽快 因為原本到70等的時候他就是寫任務已經全部結束 然後我就知道就是上一次更新的時候 對 所以就冒出這些 然後我現在的這個任務呢 是卡在69等的任務 然後他叫我收集50個蟹黃 對沒錯我蟹黃到不了啊 50個蟹黃根本到不了 然後這個外賣日常 完成帕拉塔地區 我也完成不了啊 搞什麼 可是我那時候好像 也有在試鎮屏看到有人就是什麼 去了帕拉塔地區探索 我就不知道他怎麼做到的 對 因為我不在世界屏聊天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然後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今天講的事情 阿莉阿扎的一堆 嗯 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我們再以一個馬卡龍 可愛的聲音 周圍這集的結束吧 如果有任何疑問跟西發現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就這樣子吧 じゃあ拜拜 えっと… マカロンの好きなもの? マカロンはね 可愛くて甘いものなら みんな大好きだよ ね 好嗎 我們來看看 該飛行吧 感谢观看